好主播那么带你来关注在新竹市北区急闲路稍早的时候发生的这一起火警 那么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呢消防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 附近的民众全部都吓了一大跳而且是赶忙的跑到了街上这边来观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这一起火警呢大约在六点多的时候发生 那么当时呢这栋民宅的二楼跟三楼都发出了这个熊熊的火光 而且呢这个火势其实是非常的大现场呢也弥漫了大量的浓烟 那么导致有非常多的邻居呢都跑出来观看 那么也担心呢当时是不是有民众困在家里面 不过幸好我们掌握到的消息其实是当时呢并没有人受困 那么加上消防队员赶到现场以后是急忙的来铺救 所以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透过另外一个画面您可以看到当时有民众呢 其实是在远方的大楼 他们也从空中的角度呢来拍下了这个当时的火警 可以看到其实呢远远的看呢火势都非常的大 可以想见其实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情况也一度非常的危急 不过幸好最后呢消防队员灭火以后发现没有人受伤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 首先交还给棚内主播哦 有没有人受伤的这种火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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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灵